小米6X是一部2018年的手机了 我在当年就购录了 使用了一年 刚好在保修结束之前 烧了主板 官方保修修好了之后 我就没有怎么使用了 而后变给了我妈 而它一直使用到现在 想想也有四五年了 前几天 它突然说能不能给它换个手机 这令我感到差异 因为它就看短视频 给我微信聊聊天 似乎6X在如今 依然是可以胜任的 但我问起原因的时候 才得知这个手机 已经有几次自己关机了 我特地还查看了开机的记录 确实如此 不过想想 五年了没有换过电池 再遇到冷天 断电 关机 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看了这个手机也确实该换了 之前打微信电话的时候 也老是会卡顿 老麦也确实是 应该搞个好运点的手机 那么应该买个什么呢 我在小米商城逛了好大一圈 最终看中了最便宜的12C和11T Pro 但想想12C虽然性能也足够 但显然是用不了太久 而且是老式的那种安卓口 虽然考虑了老人的使用习惯 但是我妈还是跟着我生活的 所以还是Type-C用的习惯一些 所以我刻了红米的11T Pro 最盖板6加128 1569 我是林林飞 本期视频经费再次拉马 等一下投币注入经费 让我们来看看 11T Pro上面这颗天机8200 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红米11T Pro是一台中端机型 而8200显然是一颗高端的芯片 因为是在K50上面首发的嘛 所以在性能方面它是毋庸置疑的 直屏 直角边框 侧边指纹 立体声扬声器 只存在于中低端机的外星科技 两个大大的摄像头配一个小小的 中置挖孔屏 这就是它的所有 虽然背面摸起来塑料杆很强 但实际你看上去并不会 虽然我这个是灰色的 但是在光源下面转动它 有种流光一彩的感觉 蜜银色和青蓝色 在你的手里面转动 说实话还挺好看的 但这是给我妈的手机 它会一直戴套的 所以塑料杆没了 同时好看的背面也被隐藏起来了 就是它日常的工作状态 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 反正米系换机用小米换机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有一点就是它这个 放卡针的地方真的太难弄出来了 我差点以为我捅出地方了 然后我又捅了这个麦克风孔 我都不知道行不行了 然后说实话还有送的这个卡针 也不是特别好用 虽然可以看得出来成本很低 就是这样一个铁丝嘛 但说实话不好用 点亮它 这是一块在终端器上 很少见的ICD的屏幕 虽然在颜色耗电上面 ICD还比不过OLED 但ICD也不完全是缺点 耐用不烧屏也是它的优势 相对于那些不经常换手机的人群人来说 ICD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1080B的屏幕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也是可以获得很不错的显示效果了 何况是50多岁的这个年龄段 5000毫安的电池 67瓦的快充 这个配置也是真的很不错 和聊完表面的这些参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妈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那手机游戏的好个地方 老年人对于数码的敏感程度 远没有我们敏锐 他可以体会到的只有快和电视耐用 但我觉得这样也足够了 在他的手里 这个性能是源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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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过生的 而我们则是要看看它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帮我们干净哪些事情 首先还是我们感觉 最明显的性能部分 王荣耀可以以120帧 稳定长时间的运行 我一拿到手的那天晚上 只有23的电 打了三把才掉到10% 平均一把才耗电3% 多一点点 我觉得这是很离谱的 要知道我是开120帧运行的 而且手机也不热 这比10pro要好上很多了 拍照方面 当然我妈连扫码都用不利索 但我们还是需要 偶尔拿出来拍拍照的 还是和我的10pro对比 在肉眼的预览方面 画面还是会比较的傻锐 不过在拍摄层面上会好一些 对比还是可以发现 HomeNote 11T Pro 确实会比10pro要差上一些 我们在一起多看几组样张 我们在对比之后会发现 在拍照方面 确实还是10pro会好上不少 但Home的水准也很不错了 毕竟10pro 可谓是当年的拍照旗舰了 放在如今实力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在拍照方面 你可以对它放心 绝对不会差 再说不是有谷歌相机吗 到手一张拍出来的东西 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真的是要摄影的话 整个谷歌相机到手相得一匹 手机硬件不错 那么软件呢 我这个手机一到手 就可以直接升级MU S4 升级完成之后 整体的感觉都非常不错 正如我妈说的 打开APP很流畅 用起来很快 而且MU S4有一个 我最喜欢的功能 加游关怀 我刚用上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建议大家 有老人都试一下 我后面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来讲这个功能 那么其他呢 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只能说 该给的它都给了我们 这也是在我的群里面 大家会评价很高的一部手机 不是嘴上说说的 里面包括我自己 有三个人都已经买了 红米的11T 第一个是它便宜 还用上了不错的处理器 第二个是电池大耐用 这就是目前Note系列里面 最迟的买的机器了 一个相对来说 低廉的价格 应该正常的上班族 都可以买得起的价格 给了我们相对来说 体验还不错的产品 它性能很好 拍照不差 续航也很长 红外NFC 3.5毫米的耳机接口都有 一部大家都买得起的 中高档手机 我认为 这就是它的一个 合理且清晰的定位 常常它没有无线充 它是联发科 当然那又如何 它价格美丽 产品力也很强 就是我为啥 买它送给我妈的原因所在 总的来说 这是一台很好的手机 如果你恰好 没有买旗舰的钱 想买一台千元机 那么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家里的老人 刚好要换手机 你又在考虑 便宜一点12C 又担心 能不能用得久一点的话 11T也依然是 你很好的选择 感谢红米 依然在入门级的手机上 给了我们一个 很不错的体验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看看你的老半老妈 用什么手机吧 好多年没有换过的话 有钱了 给他们换个新的呗 花不了多少钱 却可以让他们开心好久 他们用起来 也可以快上许多 这就是我今天 给大家分享的 红米11T系列 希望会对你的购买 或者爱好 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期视频内容 请务必点赞投币 让更多人看到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或者直接订阅这个系列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 所有内容了 我是林林飞 喜欢摄影 会分享有趣的软件 大家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或者软件应用 也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大家喜欢这些视频内容的话 点赞投币三连 这会帮助我 产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 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